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点了 Shake Shack 就除了讲 Shake Shack 和试吃 Shake Shack 以外呢 我主要想讲一下我们用的这个外卖平台 那你说说看你现在知道哪些外卖的 delivery 的平台 你说说看你知道几个 Uber Eats Trobas Wii Wii里面有一个对不对 然后还有 之前的饭团熊猫 对这几个 还差一个我们之前也用的 然后我们用过美团饿了吗 不是这个在美国 在美国 还有一个还差一个 对 还差一个我们也经常用之前 经常用 Doordash Doordash 对 GropHub的话有听说过 但是我之前有稍微看了一下 当时好像感觉不怎么样 就属于感觉到快要不行的那种状态 但是呢最近他 就是Amazon Prime Day的时候他出来 就突然说 你如果是Prime的会员 其实在美国 像我们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其实应该可以说是90% 都是有Amazon Prime会员的 是的 就是你如果是他的会员 你能享受一年 GropHub的link delivery的服务 那我已经注册了 所以这一年呢 可能会用他用的比较多 之前对GropHub这个平台的关注不多 也不确定在之前他所合作的饭店多不多 但是这次仔细翻看 其实在我们附近有合作的饭店非常多 覆盖各种菜席 不过这个免运费的福利不是100% 和所有的饭店都会合作 经过这些日子观察 在我们附近和宋达的饭店 免运费的福利应该有80%到90%的覆盖率 今天选择离我们家相对比较远的Shake Shack 一直都想试试 但碍于有一定的距离 其他平台都会收取5美金左右的运送费 就一直没有尝试 点单的过程和其他平台没有什么区别 在付款之前我还是特地去和UberEat做了个对比 食物的原价在38块6毛5 UberEat在小费前已经达到了54美金 而GropHub加上5%的小费才到55美金 说明这个免运费还是有效果的 送餐的过程也和其他平台一样可以跟踪 一个袋子 这个应该是Frys 它包好轻啊怎么办 好 很轻很轻 对 太轻了吧 你先换一个包 这个稍微重一点 可能是你的Double Party 你没有 我没有点Double Party 然后Shake Shake的话 它这个明显也是化了 那没有办法 说的是薯条对吧 你看样子也是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薯条 这个呢 就是Standard Fries 就是轻的汉堡 比较轻 这个是我的汉堡 有Affcaddle 但只有一个Pattie 所以垫起来比较轻 但培根啊这些量 还算看着还行 你这个厉害 放得要重一点 其实 是 漂亮一点对吧 两个Pattie 稍微重一点 是个有表情的故事 不对 是个有故事的表情 肉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还是快餐的汉堡 那个西红柿和这个Lattus 都很新鲜 OK 两层肉饼还是挺爽 吸不上位 9.0号虎之饼 切上来一点点 碗子好像有点太小了 sorry 我这毫不骗人 给你看看大家 看看多少小 吃饭 吃饭 bacon太硬了 你在咀嚼bacon的过程中 你完全忽视了牛肉 就是bacon抢走了所有 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 它抢走了所有 这个bacon 大家可能要避一避 你看你那里头的bacon怎么样 这也非常硬 但是这还不错 这薯条还挺有 轻易 我不知道 它是有走那种健康风吗 因为我觉得它所有东西都不是很油 它里也不是属于那种大油的 也干 你讲的就是什么 你说油我就说它拍里有点干 你打开来看 它就没有什么油花 你别浮 没有油花 对你看看 就是个pati 大家看一下 这是挺干的说真 非常干的一顿 越吃越干 但是你这个价格可不便宜 还可以 一个保 10块钱 这个这个量 而且它是 你知道它是个快餐店 所以我不是很懂 为什么这家店 开在上海会 那么火爆 我感觉没有Five Guys好吃 是没有 没有Five Guys好吃 就是我不理解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排队 国内价格很好吗 对于这个送餐 还算满意 我们11点10几分定的 反正它当时估计也就是在12点左右 我看一下它到我们家的时候是12点01分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订阅 还有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支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